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已经购买本商品 或是准备购买Panasonic条理商品的爱用者 感谢您的观赏 我是Panasonic厨艺生活体验馆 高雄馆的助管老师王玉昕 今天要来为大家介绍的机型是 NCEA801益式咖啡机 接下来将为大家示范如何使用 初次使用本产品或长时间未使用时 请先取下包装材料 并依照以下步骤操作 步骤一清洗所有可拆卸的部件 并擦拭干净 将部件装回机身就可以开始使用 取出水箱 加水是水箱最大水位线 容量为1.3公升 装回水箱 将水箱随直安装到位 步骤三 安装奶罐及牛奶转接管 将牛奶转接管接口 插入牛奶转接管接入口 步骤四 调节研磨度 打开除豆盒盖 旋转研磨粗细旋钮 九段咖啡粉粗细研磨设计 一是最细 九是最粗 可满足多重口感需求 步骤五 插上电源插头 长按电源开关 启动本产品 开机显示 约三秒后进入系统加载中介面 加载完成后进入下一介面 依次进入咖啡机加热 风泡器清洗 完成当出现选择饮品 待机界面即可开始使用 该过程无法进行功能操作 五分钟内没有按键操作时 显示屏幕关闭 仅电源开关及饮品图标 长亮显示 内建的咖啡饮品 分别有 义式浓缩 义式淡咖啡 美式咖啡 卡布奇诺 拿铁 拿铁马奇朵 以及位于更多饮品件内的 富裂白 阿法奇朵 咖啡密斯朵 摩卡咖啡 共10种 另外更多饮品件内 另有 蒸汽 蒸汽奶泡 热水 咖啡粉 可供选择 每种饮品的浓度及分量都有三段可供选择 接下来将以卡布奇诺功能键为大家示范咖啡萃取及蒸汽牛奶的制作过程 先将咖啡出口调整至适当高度 放上盛装容器 按下卡布奇诺键 选择咖啡浓度及咖啡饮品量 接下来 放在活着 宝贝 再炸 可以 Kryon 泡 V 去 化 另有专属咖啡喜好记忆功能 按下我的喜好咖啡 内有四个用户及对应的专属饮品参数 按下向左向右 来切换用户 在该模式下制作的任何饮品 凡是参数被设定过 饮品参数将被自动储存 下次该用户内制作饮品时 使用该参数制作能记忆您的喜好 设定选单中分别有保养 设定 饮品温度设定 资讯等选项 保养选项中分别有 牛奶系统清洗 咖啡系统清洗 咖啡机除垢 设定选项中有 自动关机时间 恢复出厂设定 清空水路 饮品温度分别有 低温 中温 高温 资讯选项包含 资讯选项包含 和咖啡份量按下确认键 待萃取完毕即为阿法其朵所需的浓缩咖啡液 淋上浓缩咖啡液后 以焦糖脆饼干燥草莓 绿色香草点缀后即完成 以上就是今天的解说 如果还有任何疑问 欢迎来店来管预约咨询哦 エナサーネク